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你要用AED 第一個貼片一定要貼 就是要講 CPR 還有 AED 的整套流程 假設我今天在現場做 CPR AED 拿來到現場的時候 我不需要等它五個循環做完 只要我把它貼完 電極器要電極 我就馬上就放走了 那它的流程就是電極網一次之後 重新再做五個循環器 現在的話 最古老之前的 AED 是這一種 那慢慢演變就變成這一種 現在你們學校應該就是大約是這一種 但是它有分兩種 一個是有螢幕的 一個是沒有螢幕的 有螢幕的話 目前這個一般都是消防隊在使用 因為它們有受過比較進階的課程 所以它們會分辨波形 所以 E19 的電極器是有螢幕的 那一般學校的這個是沒有螢幕的 OK嗎 好 那我們 AED 使用的步驟 你只要繼續理據口訣 開 貼 插 電 開勒 開機 貼 貼貼片 插 插入導線 電 電 它叫你電極的時候 你就來電極 那我今天有帶一台 AED 過來 這台就是 AED 它有兩個胎關 一個是胎關 一個是電極 它會講話 將電極片貼在病人身部的皮膚上 將電極片的插頭插入閃燈旁的插口內 來 這就是我們的電極貼片 有圖案 有沒有 貼上電極片 插入插頭 你如果不知道貼哪裡 就看著圖片上面 它叫你貼的位置 那我剛剛是有講流程怎麼做 開嘛 對不對 開機 再來咧 貼 貼貼片 貼上病極片 貼片 剛剛是有教大家 第一個這樣子對不對 那第二片 你就按照哪 圖片上面的 來貼 貼上病極片 用力將插頭插到底 用力的喔 你看 你拿去 有沒有 開 貼 插勒 插到插在哪裡 你看喔 有一個閃燈的地方 有沒有 插頭 貼上病極片 用力將插頭 用力喔 你看他又用力喔 有沒有 好 插下去之後 它會自己分析 所以 你不是專業人員 它也可以使用 因為是不是不野腐 由機器換斷 這個懂意思嗎 完之後 它確定是不野腐 它會自動的放電 OK嗎 有沒有看到 放電之後 記得要來進口訣 CLEAR 全部人讓開 再按 立刻進行電 完成電擊 好 電擊完一次之後的 下一個流程要做什麼 開始進肌肉 從第一個押胸開始 從第一個押胸開始 它 不要關機 兩分鐘之後 會重新偵測一下 如果病人身上有胸毛怎麼辦 台灣人有些困難 外國人比較會有些困難 你的貼片 不要貼在它的正上方向好 一開就好 OK嗎 好 再來 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病人身上潮汁的話怎麼辦 擦肝 擦肝 OK嗎 還有一個 你如果病人很苦 打釣歌 你知道嗎 打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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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要刺一刀 因為它釣歌 不容易 怕會導電 OK嗎 那還有一個要特別要注意的 病人的身體 心臟裡面 如果裝了 那個心理調節器 FaceMaker 你不可以貼在它的正上方 你要遠離2.5公分 OK嗎 那這一個 這一個公斤數 講義上面 你們就先不要理它 因為 這個 只能講 這個 因為廠牌一直在更新 所以你們只要記住一個重點 沉冷貼片可以電小癌可以沉 小癌貼片不可以電大癌 OK嗎 因為電量不夠 電量不夠 好 那這個剛剛有講 超濕要擦乾淨 在車量行程當中 記得要先停在旁邊再使用